那最後的話如果希望可以把最後的成績有沒有 比如說像後面看到的這個什麼 共幾位學生總分幾分最高最低的分數 像這個結果的一個類似像一個簡單的報表 那我希望把它存檔起來 不然的話現在只有print了出去 print了出去啊 那問題是將它給別人的時候 那怎麼辦 請它執行python 不可能吧 你一定是給它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是放哪裡呢 當然也許我們是希望說 一樣把它存成一個文字檔好了 然後放在哪裡 放在根目底下 那個檔名也許就是叫做ENG 後面加一個底線叫rpt好了 也許叫ENG底線rpt好了 report的縮寫 然後.ese 那就放旁邊 然後幫我把這個資料給放進去 那當然不是叫你說ctrl c 然後自己在那邊建一個文字檔貼過去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一個OK 可是如果你今天100個 你不要做100次 所以理論上這個地方 我如果希望可以幫我存檔的話 那當然存檔跟各位講 存檔蠻容易的 存檔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他的語法 我看這個先把它刪掉 這個就不要了好了 OK 這個我 因為這個程式我就留下這邊 那後面的話我們再來看存 那如何存檔蠻好記的 其實也是用F 這個跟這個一樣 其實拿這個來改其實就可以了 把這個有沒有 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底下 那只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 檔名不一樣 然後我把它存檔名稱 不能用圓來不然把它蓋掉 所以叫rpt好了 叫eng底線rpt OK 一個簡單的report檔 然後呢 再來的話把r改成w 那顧名思義嘛 因為如果你要外部讀進來 就是r就read的啦 那寫的話就是叫做w就write OK 那再來的話要怎麼寫 寫東西出去呢 如果你要寫出去 跟這個相反 這個是把讀到的東西 丟到一個串列裡面去 那如果寫的話 其實讀的話是有return值 return到前面的串列變數 return 可是寫不用return 所以記得前面不用怎麼接它 所以就變成f後面加一個點write 是要寫出去的 所以你打一個w這邊就出現 write的話呢 那會需要有一個變數叫做s 那目前這個s並不存在 因為呢 這個s指的是我需要把什麼 把我要寫出去的這些東西 把它寫到s 然後透過s呢 幫我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OK 記得最後還有一行 可能要記一下 所以存檔就三行 就是記得一定要把這個物件 把它close掉 因為如果沒有close掉 它會鎖住 所以變成說 這個f物件一直都存在記憶體 那將來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將來如果要刪除這個檔的時候 它會刪不掉 因為你這個物件一直被鎖在記憶體 那你如果一直在記憶體裡面的話 檔案是無法刪除的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沒有close 將來要刪這個檔的話 那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變成要把spider關掉 不然的話會luck住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這三行就存檔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還滿常用到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還沒結束 因為這個s它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沒有s 而且沒有把資料寫 所以我們可能會需要做幾件事情 就是把剛剛print出去的東西 全部都幫我串在一起 串在哪裡 串在s 所以請你把輸出結果這個地方 先建一個s的空的串列 表示說我先建一個空的s 不過這一行不寫沒關係 反正你第一次有寫就OK 我的習慣性就是有點像儀式感 我先建一個空的 然後我再來把這一行裡面 本來是print出來的 我把它放進去 那放進去還記得吧 就是用串的 那串怎麼寫還記得吧 s等於s自己本身 再加上上面這一行 OK 所以我把這一行複製到底下來 那它就會得到的是什麼 這一串東西 所以這一串東西又被放進去 所以共11位學生 但是還要記得一件事情 因為print 你知道這邊為什麼會換行嗎 因為print本身 它會幫你加一個換行在尾巴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忘了加換行 你會發現這個s 它會幫你把這四行全部串成一行 那不對啊 怎麼辦 你變成要手動自己在尾巴這邊 加一個反斜線n 如果沒有加反斜線n的話 就變成四行變一行 沒有換行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自己額外加 好 那底下一樣 所以只要print的地方 那我們就做什麼 s等於s加 有沒有 然後這個複製到這裡好了 然後把它的瓜糊裡面的東西 把它複製到加號後面 然後記得尾巴一定要再加一個反斜線 記得加format的話 一定要加在這個文字裡面 記得這個字串的大瓜糊右邊 右大瓜糊的後面 加一個反斜線n 不是加在format OK 記得是加在這裡 然後最高分一樣 s加有沒有 把它串 它串什麼 串最高分 那它這個是豆點 豆點的話就不能這樣 那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豆點只適合printer 所以最高分 那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串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最高分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加上 轉型之後的結果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個street 然後把maxscore放到這裡面來 那因為上面這個printer 它有另外一個寫法 加豆點 它可以分別輸出 可是串接不行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串接 把max放進來 那底下一樣 所以底下這個乾脆 布置這邊 然後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把裡面這邊改成mini mini scope 好 所以先串第一個 串第二個 串第三個 第四個 那這邊可能會需要注意一下 先這個先給它一個空的 然後串接S等於S加 然後就把 記得這邊換行 尾巴都要自己加換行 如果沒加的話 那將來它會幫你接再加 這邊也忘了加 所以這邊後面 可能還要自己再加一個換行 加在這裡 這個也麻煩 因為它換行是一個文字 一個字元 所以你變成一定要加上前後雙銀號 然後把反斜線N放在這邊 好 這個也要額外加 所以可能注意這個 然後 這邊這個加 這邊要換行一下 那這邊是加在這裡 這個是加在尾巴 OK 底下應該沒問題了 好 那穿完之後呢 透過這個存檔 所以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這一些文字 就會在這個檔案裡面被看到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 所以存檔應該沒有很複雜 反正就是先把你要的文字 先把它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S的變數 不見得一定要S 反正習慣是叫S 然後呢 最後就是開一個檔給它 然後W 然後再把它Write出去 所以這個流程是先開一個空的檔 然後再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再把物件關掉 這樣就完成了 OK 好 試一下 應該這樣沒問題吧 每個地方都細節 插一個地方就有BUG 來ROUND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ROUND 資金 這邊有錯誤 這個地方有錯 第17行 他這邊叫Type-L 後刮符忘記了 這個少一個後刮符 所以這個後刮符 刮錯位置了 這邊多一個 所以這個有個BUG 這可能要看得出來 OK 所以你會覺得Type-L 我明明轉型 但沒成功 原來尾巴剛剛漏掉這個後刮符 所以刮符可能改一下 你剛剛複製的時候 可能複製到print OK 所以底下這個會不會是有錯 這個沒錯 這個刮符是它的 這個刮符它 應該沒問題 好 那把它再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沒有錯誤訊息 那寫出去了 那最後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在那個我們的 根部底下有沒有一個叫 ENG底線report的一個檔 有 打開來看看 這樣的話 我們的檔案 就順利的 把它存到這裡面來了 OK 那你會看到結果了 所以這個report檔的話 就會被輸出了 這樣的話就不需要說 你一定要 只能print到畫面上 如果你將來需要把print在畫面上的東西存起來的話 那你就要記得 會用這個叫做s加 s等於s加 然後把你原來print的東西 把它放在這個後面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print本身會有換行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加一個換行 OK 那最後的話把它存檔就完成了 這個滿重要的 因為以後如果你會這個方法 以後呢 只要你在python裡面做的事情 就可以很容易的可以把它存檔起來了 試試看 你以後 呀 你以後